新闻话题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天宣布 根据两岸贸易法规一直没有开放进口中国疫苗 引发外界质疑让国人失去了接种的先机 但指挥中心强调这跟今年的疫情无关 主要是针对了中国制的疫苗安全方面有疑虑 而且过去中国疫苗出现问题的案例可不少 那这各国持续研发新冠肺炎疫苗 有两支录制疫苗也陆续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 但指挥中心日前宣布不购买中国制疫苗 遭到连盛文在脸书批评政府因为反中否认中国疫苗的效力 我想疫苗讨论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 用意识形态来讨论疫苗是不恰当的 他为什么规定一直都没有被取消 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 指挥官陈时中强调根据两岸贸易法规 血清血液制剂和疫苗一直都没有开放 和今年的疫情没有关系 在送到各地方施打这之间的管理 其实有蛮多问题的 因此我们对中国的疫苗这部分会谨慎一些 指挥中心更在记者会上举例 历年的中国疫苗都有不少问题 像是2004年江苏甲疫苗案 2005年安徽A肝疫苗出现异常 2007年山西疫苗造成多人死亡 从2009年到2012年都被查出非法疫苗 2013年又有逼干疫苗致死事件 以及2018年位于吉林长春的长生生物 被踢爆疫苗造假 去年还爆出疫苗过期 却让孩童接种的事件 但对于政府的政策 医生有不同看法 一般来说还是要看它第三期人体试验的一个有效解盲 所以这些疫苗不过我们认为可能都会有效 疫苗的准备一定是来不及来看这些长生期的安全性 担心拒绝录制疫苗会错失接种先机 未来有没有可能开放录制疫苗安全性又该如何评估 也成了政府的一大课题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